我們接下來要來請大家看的是這個母片 母片 因為沒有那麼多老師用的母片在做簡報 所以我們先跟老師介紹一下到底母片要幹嘛 我會有一個很重要的 假設你的簡報 你看像我們現在給各位看的這個簡報 你會發現我的背景就是有上校版的 比較黑的中間一個灰的對不對 那你如果以老師不斷複製的方法 你做好一頁就複製複製複製 對不對 這是一種方式 可是呢 這樣子有個缺點 因為你一直要複製其中一頁 今天以後如果你要擺的時候 覺得這個背景不OK 還是那個上架比例不OK 顏色不OK 你要怎麼擺 每個歲的十頁就擺十次 可是今天呢 你看呢 我把這個 先停一下 您看一下我右手邊 在我的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三個 一二三 對不對 如果今天我覺得這一頁 啊 用太錯了 我就告訴他 麻煩你 我要換成這一頁 有沒有 點一下就解決了 點一下就解決了 我不用再炒到這上面去 啊 我再把那張摳一下 我就來改 那今天如果我覺得說 這個顏色不滿意 因為在我這裡面 在我的簡報裡面 我用這一張好了 用這個 用這一張 我覺得白色背景不太OK 我可以來改 來這邊改 怎麼改呢 我在這邊按右鍵 編輯母片 好 我已經發現了 嗯 這個地方不行 我想要來加個底色 我把這個顯示的比例 等一下 我把右邊 等一下 我先簡單一個 先這樣 好 這邊改了對不對 好 改完了我就離開 母片 你看這一頁有沒有改 這一頁有沒有改 我別的頁面有沒有跟這一起改 老師知道差別在哪裡了嗎 少做一個的時候 如果 鐵打鈴鐺的 你做多少月 就這樣 改多少次 可是今天我又通常來半本來孔一 也就是母片來同一個 我就做那麼一次 那你可以把你 因為我那一頁剪到裡面會用到的 母片張數 一般來講 主要大概兩到三張而已 至少第一頁一定不一樣 對不對 那第二頁 頂多再叫第三頁 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 就差不多了 那這個概念呢 在 我們以前 發生的裡面稱做什麼 多層母片 多層母片 多層母片的概念 多層母片 也就是你可以有很多股去選擇 那 所以呢 今天我就有發現 我改錯了 我就再回來修正一下 在這邊翻掉 好 改完 我外面就全部一次變完 雖然你縮圖 沒有看到 改變 但是那是沒有更新的關係 有沒有 現在更新完是不是就OK了 所以 雖然老師應該就會比較清楚 到底母片要做什麼 那我剛剛說 示範的主要就是什麼 跟背景有關的 那麼 還有什麼東西 會叫母片做 字型的大小 樣式 還有它位置 比如說你看看這裡 我要擺在這邊 還是要擺在這邊 這些位置 如果說 你覺得它預設的位置 這不是我的菜 我想要怎麼辦 改變一下 那怎麼辦 一張一張搞就對了 是不是會抓狂 這位很麻煩 所以在哪裡做 母片裡面做 所以今天您看嗎 我把這個拿掉 今天如果我覺得 嗯這個 一樣 編輯一下 我發現說 嗯這個位置 好像怎麼樣 太 高了 我把它往下移 我先做多一點 做奇怪一點 對不對 這樣一移完了 關閉 抹片 你看一下 我們每一夜都變了 這樣你要不要再一夜一夜慢慢墜 對 我們最怕做點半 那個每下一夜 那個位置都差一點 差一點 你真的覺得那個看起來就怪怪的 所以我用這樣做很精準 是最大的我要的目標 那這樣子 其實就比較方便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在哪裡呢 在這邊 因為剛剛老師有看到這邊 我們都什麼 越小越尾 越小越尾 各位的 OBIS 大家都用越小越尾 對不對 他也有啊 我們撿半面也可以 越小越尾啊 這些的位置也是由哪裏擴置 由抹片去擴置的 所以如果均通名字 直接複製複製複製 那每一夜呢 對他來講都是獨特的 那你改抹片也沒有用 所以老師要了解這件事情 抹片只擴置你怎麼樣 一開始的時候那個樣子 如果你其中幾頁是比較特殊的 你可以特別移動啊 可以特別移動 可是呢當你特別移動之後 那些頁面就是屬於特殊頁面 你改做抹片的時候 他就不會去動盪你 在能瞭解位置 知道那種概念的 所以 這樣 有沒有比較想知道 抹片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一起來試看看好不好 我們現在呢 請老師就拍一個新的 換白的就好 你可以直接建立就好了 後面那個問題就不用再問了 反面就換白的就好了 我就直接建立 你看一進來之後 完全空的 所以一般我們做檢報的時候 其實老師 我大部分都會先調好 先把抹片分隔 先做好 再來做內容 因為這樣就很快 或者老師怎樣 平常就庫存二三十個有沒有 今天就用這個 明天就用那個 就好像穿衣服一樣 你可以自己搭啊 依照你的心情 好 我們現在一進來之後 好 我就先從右邊這邊 你看一個新的之後 我們在右邊這邊 好 我就先來編輯抹片 好 假設呢 這個是你的第一張 那麼我們就先來找一下 好 我來按右鍵 這個特打跟我們那個一樣 還有一個背景圖片 有沒有 好 那你就去找看看 像我剛剛 在下載的裡面 我剛剛下載裡面 就有一張啊 我就拿那一張來用 這一張我覺得 母片的背景不錯 好 我就拿來張我的母片背景 進來了 對不對 好 我就有一個訂閱了 那我就傳這邊 我再插入新的 你可以傳這邊按右鍵 你可以傳這裡 再增加第二張母片 那第二張母片呢 我也想用另外一個哦 這裡還有另外一張可以借我用 當背景的 這樣是不是進來了 可是呢 我還想怎麼樣 嗯 這個 這樣太大了 我就可以來這邊 匯徒工具力 大家OBS的問題快爛掉了 所以你點到它之後 如果 您看下面這邊 如果你不想要怎麼樣 因為綠色的話 有一個黑色的 有一個邊邊對不對 你如果不要的話 你就把它設成0 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 所以你看我可以一畫 那這個顏色呢 比如說我畫一個白的 好了 畫一個白的 淺黃 欸 白的 沒有看到 在這裡 好 比如說我的內容的部分 我希望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有沒有 欸 這裡還有一個引入的 把它變成 那如果你覺得這白色 還不行 你就把它的那個什麼 那個透明度 再調整一下 有沒有 透明度 你可以這樣揮揮的 也OK啦 那或者是 就是 去調整一下它的透明度 透明度 編輯樣式 按右鍵 編輯樣式 這裡有 我剛剛這邊呢 現在這個好了 這裡有個不透明度有沒有 有沒有 樣式那邊 哇 變這樣你看 有沒有這樣都當透明了 欸 可惜 哪些要注意一下 我這樣一放上來 這個底圖 是不是壓到字上面了 所以我們在 剪大後 握得裡面 有沒有上一層 下一層 有沒有上一層 加一層 都一樣的 所以我就移到最下面去 好 那我們順便再把剛剛 我有下載一個小圖 這裡不是有一個小圖嗎 欸 小圖 你要放在哪裡 要放在簡報裡面的話 請問你要一張一張放嗎 千萬別幹這種事情 在哪裡放 某天裡面放 你看把它丟進來 放這裡 假設我放這邊 放這邊 OK 所以我現在呢 關閉母片 你看我第一張是這個 當我叫插入新的討論片 第二張 告訴他要討論 嗯 右邊這個 有沒有就自動進來了 你都不是想要第三張 自己就插入一個吧 不用啦 你看 放在母片裡面 有沒有比較方便 所以你當中 比較常用的 格式跟內容 把它怎樣 分開的 這樣我們以後 你改內容 跟你改內容 但是 改格式的時候 就全部大家一起變 事實上破案的作業方法 跟什麼很像 你知道嗎 跟我們一般在做排版 在做網頁 是一樣的道理 也就是把內容跟格式分開 今天我要呈現什麼樣子 只是排版的方式變 但就有的內容 假如比如說老師上國文好了 自己做的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這盤的版本 排版的方式變了 看的感覺就會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簡單內容 即使我們都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跟排的方法不一樣 呈現的感覺就是不同 這樣老師有 特別有感覺了嗎 哈哈哈哈 好 給大家參考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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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